第三點呢 有很多的民眾關心 水域遊戲的活動 是否開放 外澳水域 龜山島水域 還有豆腐甲灣內 明天開始開放 從事這個衝浪 進館啦 嗨 各位好 我是Daren 終於啊 終於 北部海邊要解封了 但解封不等於安全 如果大家不想要解了又封 封了又解 解了又封封解封解封的話 還是要懂得保護自己 跟保護他人 除了避免再按上群聚以外 最好是隨時能夠戴上口罩 但 說到口罩這種東西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 有人知道 布料這種東西就是碰到水之後 會超級不透氣 把一片濕掉口罩遮在這裡 基本上跟在拷問犯人一樣 我就只是沖個浪 沒必要這麼辛苦吧 而且在運動中 你也不希望口罩太緊 來影響到呼吸 如果太鬆的話 你一個潛月或歪爆 口罩就會被沖掉 大家都是海洋愛好者 應該都不想要製造海沸吧 針對這一點 最近各家運動大牌都陸續推出 他們自己的運動口罩 有幾款甚至標榜能夠下水 他們是不是真的那麼屌 今天就在這邊幫大家測試 之前在instagram上面有問大家 有興趣的口罩 只要台灣買得到的 我盡可能幫大家實測 唉 對不起 我已經打給我日本朋友 請他幫我戴一個 Billowbomb沖浪口罩 掛幾件寄到台灣 但就連在日本的他 好天的各大門市 跟運動用品店 都一照難求 你知道嗎 但是在收集口罩的過程中 我發現有一家台灣 土生土長的品牌 HopoHopo 也有做類似這種 標榜能下水的口罩 所以今天就在這邊幫大家實測 那我要強調 沒有任何一家廠商付我錢 要我說好話 所以 等一下的實測中 如果遇到什麼使用上問題 或是設計上瑕疵的話 我絕對 不會客氣告訴各位 那我們今天實測口罩 分別是大家最常見這種 醫療用口罩 這種Seven或各大超商 都能買得到的小臉口罩 但我個人是覺得這種 耳掛式的 下水一定很容易掉 所以我會去準備了Lululemon的運動口罩 還有這種登山常見的微博 跟剛剛提到的百分之百 MIT衝浪口罩 最後我來幫各位準備了一個 重量級的迪卡農潛水面罩 先說明一下我們等一下的評分標準 這次我們主要以外型、穿戴舒適度 濕掉後能否呼吸、下水是否牢固 快不快乾、價格跟CP值作為衡量 每個項目滿分五分 最慘就可以零分 首先是這個醫療口罩 像這個外型我應該直接給他一分吧 這哪有什麼Style可言 但這種醫療口罩對我個人臉型來講 我是覺得蠻舒服的 我個人可能會給到四分 至於這種口罩濕掉後能不能呼吸 這個要怎麼測呢 不行啊 那個 根本就是水型啊 而且也留不住 你看我現在如果做一個前月的動作 水面 水面那麼平都已經會滑動了 只要浪再大一點的話 整面口罩都一定會掉 所以這個口罩 基本上不用拿到海邊去做測試的 這一定會變海飛 大家都知道 這種價格跟CP值絕對是破表的 這一個不到十塊錢的東西 髒了就丟 濕了 我根本不在乎他快不快乾 我就直接換一個就好了 所以這個CP值 我絕對會給到五分 再來是這種小臉口罩 我這次買的是綠色的 那我個人覺得這種口罩對於臉型 修飾還是蠻多的 再加上他簡單的線條 在Style方面 我個人會給到四分 在舒適度上 我覺得小臉口罩 普遍來講 又沒有醫療口罩這麼舒服 在熱天之下 還是感覺到這種布料 明顯的比醫療口罩還要悶熱 至於這種口罩 下水之後的感覺是什麼 這小臉口罩還比醫療口罩好一點點 它只是滑動而已 但我沒有明顯感覺到 整個口罩要被撕扯掉 但因為這種耳掛式的還是一樣 我覺得非常不穩固 這個到海裡面被打個兩下子 應該咧 口罩就變海廢了 所以這小臉口罩 基本上我不會帶到海邊去做測試了 不然冒這個錢去製造海廢 不值得 那這種口罩 網路上買3個200塊 又標榜說清洗後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CP值上面我給4分 那再來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Lululemon Double Strap的口罩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設計非常的爽 它這種可以掛在脖子上的設計 在海裡面就算被沖掉 你也不用怕它變成海洋中的垃圾不見 而且在外觀上 我覺得有點像剛剛的小臉口罩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簡單 然後又非常鋒利的線條 在外觀上這個Style 我給5分 而且它這個布料非常的服貼 所以我目前戴過最舒適的布料 所以在舒適度上面 我也給出我自己的滿分5分 至於這種布料到底下水有沒有辦法呼吸 我先說這口罩它的服貼度非常的好 但因為它布面選擇是這種會吸水的布面 所以一旦濕掉之後是完全吸不到氧氣的 所以Lululemon的運動口罩非常可惜 還是只能在路上使用 就不帶去衝浪實測了 這個Lululemon口罩 是我在門市打折的時候 用350塊買的 如果各位是路上運動要使用的話 這一款Lululemon 我會給到幾乎5分的高分 但因為今天我們測的是下水之後的CP值 在這方面CP值就會給出一個比較低的分數 下一個是我們爬山常見的微博 因為我個人沒有買微博習慣 所以這一次的微博其實是買其他東西送的贈品 那如果是自己去挑的微博的話 我相信它的Style其實可以到5分的 至於舒適度來講的話 即便這個是正品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舒適度有到4分 為什麼我會給4分而不給5分 是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微久了 還是會覺得這個地方很悶 不像醫療用口罩 它有一個鼻墊支架 讓口罩可以很自然的被卡在它該卡在的位置 完全吸不到氣 這一款微博應該是最接近水型的感覺 我每一個淺月起來都以為自己是湛飯 你知道嗎 一直被言行拷問 但在微博下水 浪梅把你打死 你先被這悶死 不考慮 雖然在我們今天的鷹肝測試中 這微博不是最快感的 但是這種微博 它可以直接被丟在烘乾機裡面 所以其實在快感方面 這個微博我會給到5分 因為這條微博是送的 也就是說它對我來講成本是0塊 那什麼東西除以0都是無限大 所以以這條微博來講 CP值當然是破表的5分 好啦 那今天我最期待 其實是要測試這一款 標榜能夠下水的口罩 這家公司我覺得還蠻有趣 是一個恆春的朋友 手工裁縫 100% Made in Taiwan的口罩 當我收到這款口罩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訝異 它的車工還蠻細膩的 包括在這種不同材質上的連結 它都有做特別的強化 不過我也必須老實講 這口罩戴在我臉上 並不是最好看的 而且因為它防水的布料 是屬於最不透氣的一個 所以在外觀跟舒適度上 我只能給到3分 但今天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是要測試它下水後的表現 其實我們是要測試它下水後的表現 有喔 欸 有欸 喔 等一下我們再測試一次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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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可以耶 這個可以耶 這是目前唯一一個不會掉的口罩耶 因為這口罩是掛脖子的設計 所以就算真的被沖掉的話 它也不會變海飛 而且這款真的可以帶去海邊實測一下喔 解禁第一撮 好啦 我們下水吧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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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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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設計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貼心 除了它後面的鬆緊帶以外 那在它耳掛的部分其實有一個雙重保護機子 戴上去之後 耳朵後面這邊還可以往後拉 讓這口罩可以更緊密的貼合在這邊 在衝浪的時候更不容易掉 最後是我們魔王級的防疫措施 Decano 防水面鏡 這不用說啊 在外表上 我覺得是給零分的啊 你能想像衝浪的時候戴這個下水嗎 然後在舒適度上面 這非常吃臉型 然後在舒適度上面 這非常的吃臉型 像我就覺得這個面罩這兩邊硬硬的部分 會一直壓到我的全 以我個人來講 這舒適度我只能給到兩分 這沒問題啊 這跑到 這超級沒問題的你知道嗎 這防水性 沒話講 在水裡面 當袋盤的髒眼 但如果有浪的話 可能真的比較危險一點點 不過會拿這一款來測試 其實也是 娛樂效果比較多 我真的不會推薦大家 拿Decano面鏡下水衝浪 應該說我推薦大家 不要拿這款衝浪 讓我解釋一下 衝浪的時候 板子會跟臉有接觸 甚至不小心板子會撞到臉的運動 那這種硬式的面罩在佩戴上 板子如果不小心敲到底下這個地方 你整張臉都會受影響 面罩歪掉是小事 那有些人如果這樣一打 可能全骨都會瘀青 不是不推薦Decano下水面罩 而是不推薦拿著面罩去衝浪 這個面罩畢竟是設計給靜態式的潛水 拿來做動態的衝浪運動 真的不太適合 尤其衝浪是一個需要去判斷浪的運動 那強光俠要透過這個面罩 去看到你想看的浪 也沒有那麼清楚 太多使用上的瑕疵 讓我奉勸各位 真的不要拿它來衝浪 潛水就好了 那當然 如果是以衝浪的CP值來講的話 這一個 是0分 但如果以潛水的話 我其實蠻推薦各位 不過我們今天是衝浪比較 所以 還是0分 好 那今天實測就到這邊 其實我個人是有點小吃亡 因為真的沒有一款口罩 是非常適合下水的時候全程佩戴 不要在岸上逗留太久 不要群聚上岸的時候 就直接回家 這才是比較practical的做法 大家一同努力 捍衛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下水自由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訂閱按讚 點這邊 下水塵 先把自己體能練好 這樣子下水的時候 可以沖到更多的浪 如果不能沖浪的朋友也沒有關係 可以點這裡 看一下這幾天的浪況 祝各位下水愉快 下水安全 我是Daren 我們下次見 Dioop